多斯拉今天要开箱的物品,都是在同一间淘宝店买的 这间淘宝店主要是做出口睡衣,亦有其他产品 它的睡衣质量是不错的 稍后我会再给你推介一下,这间店铺有什么是笋的产品 现在开箱第一件物品,是一个拉链收纳商 它是出口日本的,老规矩,我量个尺寸给你看看 现在这个是中号,我买了两个 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小号 这个是中号,是很轻型的 拿起它,完全不用力 它的质地是棉麻,棉麻比笔织布更耐用 现在我试装衣服给你看看,它的容量有多大 这个收纳袋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轻便 如果不用摺碟收起来,亦不阻挡地方 亦因为它的轻便,油费自然便宜 这样就适合了 这个袋,其实是最适合放冬天的皮 和换季时的羽绒服、外套 整包包起来,放进去 换季时再拿出来 这个是小号的收纳袋 小号的收纳袋,小小的也不错 我拿它来装牛仔褲和西褲 一眼看到有什么褲,很容易找到,不错 它的价钱是人民币19.9元 今集以介绍外贸出口的睡衣为主 买这些出口的衣服,有些东西需要注意 片尾我会和您分析,您要注意什么事项 这样才不会中招 现在开箱第二样淘宝的物品 是一袋毛巾来的 这间淘宝店铺的货品主要是出口的 刚才那两个收纳袋是出口日本 而这几条毛巾也是出口日本的 第一款是长型的毛巾 这条长毛巾是人民币9.9元 图案是一个很可爱的箭珠 是一个日式卡通款 除了箭珠之外,我也买了一款熊猫图案 这个熊猫是跳舞熊猫 我更喜欢这个熊猫多过箭珠 因为这些毛巾出口日本,所以质地很好 毛巾是正面和背面质地不同 这个背面是一些毛巾圈,比较吸水 正面是沙布,摸起来质地很柔软,舒适和透气 买了长毛巾,再买两条小毛巾,带出街用 小毛巾的价钱是5.9元人民币一条 以这个出口的品质,5.9元这个价钱 非常划算 质地和长毛巾一样 一边是柔软的沙布 一边是吸水的毛巾圈 现在日本的毛巾很多都是用了这种设计 继续开箱第三件淘宝的物品 衣服 是一套夏天短走铝装的睡衣 这是一个出口的睡衣 出口的睡衣有什么好呢? 就是它的质地比较柔软舒适 因为外国人对睡衣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质地一定要很舒服 这个领口,有些人会嫌它比较大 会走肝或者会冷 其实它做得比较贴 所以也不会走肝 原本我不想要这个颜色 但因为没有我马 但回来,这个绿色的效果 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且它是很柔软舒适的 我最满意的就是它的裤头 因为够宽松 以前我买国内版的睡衣 这些是经常蓄得很紧 穿睡衣很紧,很辛苦 这个就適合我了 这条裤子是七分裤 七分裤有多长呢? 让你看看 就到这个位置 刚好 因为厕所如果洗了地湿 走进去也不会太濕过腹脚 刚才介绍所有的产品 都是在淘宝同一间店铺买的 这间店铺叫做千百合外贸原单睡衣店 它是专做外贸睡衣的 质量不错,价钱也很划算 是值得去研究这间店铺买一两件产品 或者等我为你推介一下一些深水的物品 这个和我刚才介绍绿色的睡衣 都是差不多,同质的 只不过我刚才那件是V领 这个是圆领 它的价钱是$49.9 它的裤子一样是七分裤 第二款要介绍的就是莫代尔睡衣 是$95一套 莫代尔这个质地出了名是柔软、顺滑、舒服 和没有束缚感 所以现在很多内衣裤都是用莫代尔做的 这三套睡衣除了质地好之外 它的款式亦好看,很有潮流感 这款是中间开胸扣楼的 颗口高一点,不容易冷 它的裤子是8分裤 夏天开冷气睡觉,穿这个就对了 这一款,看外表也看到它的图案很日式 如果不说,还以为你是去日本旅行时买回来 要注意一件事,它的衣服很长 它的名叫群家库睡衣 所以適合一些睡觉很容易养起衣服冷 这套睡衣是5分袖,8分裤 质地非常柔软舒适 其实我都很喜欢这一套 因为快要抽凉了 这一套是长袖衣长裤 它的质地是皱布 皱布是轻薄舒适透气 適合我这么怕热的人 不喜欢穿睡衣的人 可以考虑买这一款睡裙 它是宽松款,所以不会包着身 比较舒适 再冷点又怎样? 再冷点就买这一套 这一套,年三年富才29.9元 真是超级便宜,超级温暖 说了这么久,有没有适合年长或男士? 有!这一套,适合妈妈 因为它是开胸的,领口够高 质地够厚,面料够舒服 适合妈妈 男士最怕束缚 这一套是宽松款 而且透气舒适 应该适合她们 如果冬天,可以考虑买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有我最喜欢的红猫图案 没有女装,有女装我都买了 多斯拉要提提你的 就是你买这些睡衣的时候 留意一下宝贝长情里 有些是写着有小瑕疵 抽丝跳线小污漬 我刚才介绍给你的睡衣 是没有写着有瑕疵 但有一些是写着有小瑕疵 所以你落单的时候 就要看清楚 这件货是有瑕疵 还是没有瑕疵 以我的经验 我都买过很多这些有瑕疵的衣 这些外卖出口的衣 通常款式好材料好 价钱便宜 所以是常常吸引我去买 我见它价钱便宜便宜 但我买到的都是很小的问题 大问题的话 店主也是会跟你声明 但毕竟仍然有中伏的机会 而且它声明了有瑕疵 所以我怕被你骂 我就要跟你单一声 至于要不要买 你就自己决定吧 又或者你买之前 可以咨询一下店家 亦都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一下 你买这些外卖衣服的经验 今集就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 你好,我是多斯拉 我的频道是分享生活上的 好买、好食、好玩和淘宝开箱的 未来会有更多好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旁边的铃铃 你就会收到我的新片通知